Coco早餐 Coco's VIP 8点17分17秒 我是周一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新闻界的老朋友 也是我的长期的新闻同意 而且是竞争者 我们俩怎么老在竞争的 那个财集团当中 他是夏珍 夏珍咋 Coco姐早 各位听众好 夏珍是新闻资历非常丰富的 因为你最特别的是 你除了在台北跑政治新闻 你还在台中待过 对对对 时间虽然短了一年半 可是那段时间就是刚好 就是审长选举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夏珍的这个政治新闻 它是比较有一个周延性 可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这些资深的媒体人 他们呢 怎么样从一个传统的纸媒写作当中 进入了一个网络媒体 而这个疯传媒呢 前阵子把那个 李洪元跟江仪化 两个人搞得半夜睡不好 而且还有朱立伦 恐怕也好几天睡不着 到现在大概还睡不着 那还有其他的就是 正在提心吊胆的人 也睡不着 怎么回事 风传媒 我告诉大家他们的组合 总组笔是夏珍 因为夏珍的专栏写得非常好 那从编辑是谢忠良 从一周刊挖来的 是的 那社长是王健壮 对 那个就是王老师 对 问你到底谁搞的这个飞机 把你们大家都搞在一起 这个一开始究竟 我听说是 健壮你们这些人聊天 就聊出了一个 媒体的生态环境变化 大家是不是要有一番作为 然后就 就这样聊起来了 这个我好像还得 非得要跟你讲实话 你要讲秘密 我们一定会问 他背后是不是有大集团 大财团 这样好 因为这个风传媒 我其实在里头 算是最晚去的 我是今年圆月才正式到班 那他们其实构想这个东西 应该一年半多了 一年半多就已经他们在想 那这样讲 因为我们这几年 可可姐你也知道 你又重回到传媒界 这么多年你这样看 其实媒体生态确实越来越坏 大家都颇有手感了 真心酸啊 然后像你看 你自己这么现在 都还这么认真的 在做新闻跑新闻 你一定会每天看报纸 你一定会觉得 天哪新闻都到哪去 叫你看电视 你大家都要吐了 对 你就觉得那你怎么搞 记者这么多 都到哪去 他们在跑些什么新闻呢 这其实我们大家都有感觉 然后讲的话是很不公平 因为我们几个在 过来到风传媒的人 坦白讲也在传媒里头 待了一段时间 而且有相当资历 都到主管级了 对 那奇怪了 那你当主管的时候 你新闻做不好 你怪谁啊 对啊 但这里头就会变成是 你在一个框架里头 确实有无力感 你转变 没有办法转变开来 然后当然一年半前 发生了一个 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 那个时候旺旺忠实的 蔡以民蔡老板 想要搜购媒体 搜购壹传媒 那时候壹传媒 黎之音 黎老板要把壹传给卖了 对 这个东西坦白讲 对媒体其实震撼蛮蛮大的 第一个 这十几年了 十年来啊 壹传媒自从进到台湾来 十年是改变了台湾的媒体价值 我们新闻选材价值 我必须诚实的说 你不管喜欢或不喜欢 真的就被它改变了 第一时候你在中国时报 我在中国时报 对对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从采访主任到总面积 这段期间 就这十年 对 苹果日报就影响了 你们的选材价值 是的 就会觉得说 到底这样新闻选对还是错 这个是事实 我们必须要承认 但是他这么风光 人家各报都在赔钱 奇怪他一家独大 赚钱还赚得 当然眼红的要死 然后怎么突然他要卖了 你发生什么事了 那对大家是震撼的 那当然对于 一串梅来工作人来讲 他们也很震撼 尤其你小子 我们总面积谢仲良 你要知道 一串梅到台湾来 从苹果创刊到一周刊 他是功不可没 哦是啊 他是第一时间就在苹果日报 后来到一周刊 是他几乎他所有 你可以想象的出来的 政坛这十年发生的重大批案 举个例子 国安秘账就他搞的 是国安秘账就他搞 当时国安秘账 他搞官面秘账我在中国时报 紧张的要死 为了紧咬他这个新闻 我们不能漏新闻 我不敢想说 我跑不到独家新闻 为了不漏新闻 我们还跟他拼拼的很凶的 是 从这时你看 然后当然贬家 你不要忘了 贬家的避案最早刚开始 也是从他 就比较 我比较有详细的资料 对 并不是立法委员 或者说什么 我们大家乱采测试 有具体资料 就从他手里出来 像他这样 他也会傻言的 哟 你这一个号称 不受什么政商关系 影响的老板 你竟然都要把报纸买 对他来讲 也非常的shack 所以可能就在那个时候 当然他 他跟健壮 王老师是在新新闻的时候 就共事很久 中良是从新新闻出生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们就很熟 但谈到了 就是对媒体的环境 媒体我们到底要怎么办一个 还是保有我们认为 媒体人应该做的 那些事情的媒体 就维护一个价值 对 所以他们就讨论了非常久 还真文人 这样讲的 现在坦白讲 我都想到八股这个钥匙 人家就要鸡皮跟他掉满地 但是确实他们就这样想起来 就开始一直讨论很久 当然你要晓得当时 别忘了的时候 蔡老板要买 一传媒之前 还传闻说是富邦要买 对对对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 真的就会觉得 我们媒体人 拿人家薪水 你再自身 被包着卖掉了 买回来了 你就是包裹 没啥自演 一包裹就是一起 给人家了 就经过这个过程之中 就想说 或许试试看 而且真的是 纸媒 尤其特别是我们几个 都在纸媒 你在电子媒体 可能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纸媒的衰势 是从15年前的 坦白讲 是一帅媒进来 之前 其实就已经看得出来 对 它其实向下掉的 我们真的苦撑了 十几年了 苦撑代变变不了 那你只得换个方法了 我当时跟我自己 讲的想法 就确实是 我也想要转 你知道我自己 在中国时报这么多年 我后来转到 时报周刊去 我也想要去做 我想说 我以前不接受 所谓的八卦新闻 我现在到时报传 我总要搞 我不能 还在那边 卖一些正经严肃的事 所以我也想说 我也要试试看 也到时报传 也三年多 快四年了 我就发觉不行 改变不了 我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 那些新闻 确实是 我不想做的新闻 真的 那是我没有办法 我在价值上面 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还是想 那媒体总 不论你是严肃的媒体 或者是八卦好了 像八卦媒体 一样赔啊 你一周开 那昨天不是才 裁员一动化 八十几个人吗 而且还要继续裁 是啊 所以啊 你在这个状况 那你讲 媒体的前景是在哪里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 或许我们在媒体 工作这么多年啊 环境弄成这个样子 咱们总是有责任的啦 那我想说 或许我们 城墙就在那里 我养工城墙打不下来 我就绕边边 我去挖个地道好了 做小土拨鼠吧 再钻进去 看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改变 那你现在讲到 就是说 有一群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大概 其实我跟健壮的 应该算同期嘛 就我们差不多都是 前后十年进入纸媒 而且是黄金时代 被培养出来的 我们这些人 命很好 而且当时赚的钱 跟现在差不多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赚的钱 跟我们当时差不多 薪资水准 不是停滞十几年吗 我们那时候进报纸赚的钱 就是现在小朋友 进报纸赚的 还不如那个时候福利好 那中良啊 健壮啊 还有你们这些 大家在聊天 可是你要办一个媒体 怎么决定办网络媒体 那网络媒体 它也要有投资者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去说服一个投资者 这个不是一个 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办媒体很难赚钱 对 我不太懂 你靠新闻是卖不了钱 对 大家都想知道 为什么有这样的 一个愿意投资的人 所以市场有很多传言 你们后面有很多财团啊 怎样 就是说你们这些文人 新闻工作者 这些有这个传统价值的 遵守者 怎么去说服一个投资者 组合起来 而且你们大家都在看 真的假的 你们果然开了一个 开幕酒会嘛 开幕酒会之后 就突然搞了很多 独家新闻就吓死人家 这个媒体 新闻工作板就这样 是 那那段过程 怎么去说服一个投资者 我对这个投资者倒还是 敢配的五体投地 真的 这个坦白讲 我也觉得蛮讶异的 像我 进来 到正式到风传媒的时候 我最疑虑的 跟你的想法是 谁怎么跟 蠢的跟猪一样 那我第一次 跟我们的董事长 张国军 张先生 见面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题就说 你是发了什么疯啊 你真的讲很稳的吗 对 我的原词用以后 你发了什么疯 你在金融圈 你是 你是金融圈的金童 对啊 他投资界是 投资界的金童 CEO 这么 这么强的一个人 我说你要需要把你 大半生 把你赚来的钱 都丢到水里吗 我必须讲 他们金融界赚的钱 是我们 就是他们的那个 对金钱的那个 计价的那个单位 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但是我想 你赚了这么有需要吗 你钱再多 有必要这样的 一股脑就这样丢了吗 那他当然也想到 也是讲了很多 就是说他也是 对媒体环境 你要晓晓得 其实这几年 不只是我们在 媒体圈觉得难过 我相信政商圈 被报道的也很难过 对对 我想他们一定都会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他们也想要改变 那当然还有一点 除了说是 王老师 大概跟他们 过去大概也有 有一些交往的经验吧 那我们的总员 谢忠良跟 张董事长 应该是在军中 是前后期吧 原来还是有过去的 对就是有 相识的信赖感 然后最奇特是 我也觉得 人生经验是蛮奇怪的 我们这位张董事长 他是台大社会系毕业的 你要知道 社会系 对 好有才知 所以我说人生 社会系可以做金桶 他到国外去念书的时候 我说人生经验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 大学时候你念的 就是说 我觉得人生那个成长的 那个最后的那个根源 其实不会变 所以他那个社会的 社会系的那个传统的DNA还在 你要记得他们那个年代的台大 不一样的 投入学运的时代 更早 他早一点点 你要想那种启蒙 我想是根深底部的 所以就这样大家真的用理念 成立了一个疯传媒 那可是我看胡又为老师 为什么在他脸书上写 疯传媒的时候 还骂了一对人家财团的 负责人老太太 你这样讲 因为张 这样说 因为张国军 他在富邦任职过 我必须说 他已经离开富邦了 离开了 然后他还有一个 他对他在富邦的印象这么深刻 我必须跟大家说 他那个投资精通的头衔 不是在富邦的时候得到的 高盛 他在高盛的时候 后来被富邦挖脚去 对 坦白讲我高盛 我还不太愿意讲 我说高盛 那投资界 你说是金铜 现在金融海啸 不是高盛 对 就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他有过 可能有过富邦那种经验 所以你说他头上的标签 很难被人家摘下来 这个我们跑正的新闻 太熟了 你这个标签一旦被贴 你要硬扯是很难的 那坦白讲了 因为我自己在忠实这么久 你要知道我们后面三四年 是真的是一个财团 到现在为止 还是我们台湾首富 蔡衍明先生 第一名 满下的 对于财团的事情 我的 我不像 一般人会说 财团介入媒体 没钱怎么办法 我对这个事情 坦白 我这个人 蛮 妥协性格蛮高的 你有钱也蛮好 而且我们穷了 十几二十年了 那如果说有 我也跟他说谢谢蛮好 但是现在也没看到人 也没看到钱 确实也没有 但是你说硬要跟他讲 你说一定要 因为蔡明忠 富邦的老板 蔡明忠的太太 陈海玲 也是我们新闻界的 对 等于算是 她是我学姐 对 但她脱离新闻圈很久了 对 结婚以前 对 那你说 但她 她的行事风格 大家也知道 她也不可能出来 跟胡游伟大吵齐架 我说没有 就没有 她不可能去做这事 就真没这事就是了 他们稍微 我至少 截至目前为止 我完全没有看到 跟台湾毫无关系 张果军先生 台大社会系的这位 有志之士 那其实我们当时 我现在讲一个历史 以前我去参加 天下杂志 你记不记得 那个1981年 创刊时代 好多人多说是 王永庆的杂志 因为我们办公室 在那个台速大楼 说也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后来是 而且那个 而且那个时候 王永庆确实 对媒体也是很有兴趣的 他后来不是来 投资台湾日报 等等的 人家都认为 那个是 然后我爸爸认为说 好吧 你去这种会死掉的杂志 有一个财团支持 也不错 那我意思吗 这些大概都是 一定会有的 只是风传媒 他成立正式上线了 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样的 市场的价值 看到什么优点 有什么样的弱点 这个隐忧 等一下来 跟我们再谈一下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在台湾的媒体界 而且被媒体报道的 政商界人士 最近发现 有一家媒体 叫风传媒 他最近呢 这一波 他比较引起 注目的就是 李红元半夜三更的 被砍掉了 那这则消息 是从风传媒 报道出来的 那通常我们也不会问 这则消息哪里来的 但是这一家 风传媒 是网络媒体 总编辑是谢忠良 那一周刊的时候 整了很多人 也整死很多人 那这个 他的社长是王健壮 那以前是 中国时报的 总编辑过 后来做社长 那夏珍呢 也做过总编辑 那采访主任 时报周刊的社长 那资历非常完整 而且你们手下 好多人哦 电容 乌电容 筹配分 这几个 怎么中国时报 这一帮资深 都被你们挖走了 这挺麻烦的 因为这才跟中国时报 说声抱歉 因为熟人也就有什么用 也就在圈子 但坦白讲 你这样数得出来的 我们小猫 也就是你数的那几只 是吗 没有了 资深的就这几位啊 资深的一个就够了 其实就是因为 网络媒体你知道 要起来啊 你不可能 辛苦吧 我那天听那个林淑林说 他现在是在中平社嘛 对 他又是写说 哇 做网络好辛苦 因为网络是24小时 但是他们也撑下来了 中平社是更早出去的 更早 也是中国时报系的人去办的 对对对 你知道台湾的媒体 借中国时报的人很可怕 都挑战啊 考验 都是那个拍阿尼 新新闻就中国时报系的人 也是 但是你你现在数的出来都是 你现在包括的一传媒 一周刊的社长 裴伟是中国时报的 苹果的总编辑 马维米 中国时报的 这种召集人 郭淑米也是 是 所以联合报比较保守 联合报相对了 那个联合晚报的总名 萧恒切 在去联合报系之前 也是在中国时报的 哦是 因为中国时报就是 这个百花齐放的一个 培养人才的地方 自由时报的 现在采访主任吗 现在采访主任 陈山荣 山荣是 中国时报也在中国时报 文汇总编辑 他们的种族币 核心心 中国时报的 哎哟 原来这 这个这几句话 就解读了 台湾的媒体 生态的变化 就是传统的纸媒 全世界都这样 都这样 那所以要进入一个 网络媒体 可是你们是纯网络媒体 纯网络媒体 那纯网络媒体的 开判到现在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它的 它的特点优势是什么 它的挑战跟隐忧是什么 我想 最开始我们就想 因为网络媒体 坦白讲门槛比较低 这是事实 这解释为什么张国军 有钱人 他再有钱点 算不上是 这个太有限了 看在真的有钱人 那个眼里太小了 但是网络媒体 门槛是比较低的 这是事实 所以我们就说 第一个纸媒 你觉得不可能去弄 当时构想中 我听说了 他们原来还想说 要不要办一个什么 杂志或者是纸媒 但是不可能 因为你这个杂志 因为太高 你一上路 就这么高的成本 你就压垮了 所以我们的控制 是非常小的 那当然我必须承认 我们讲媒体的未来 在网络 互联网的时代到了 但是我必须讲 你现在全球世界 你跟我举一个 网络媒体赚钱的 Huffington 连去年 也到现在为了 他很棒的 大家都说好 他也没赚钱 号称说今年2014 要开始赚钱 他搞了多少年了 对不对 对 你数数看 然后连包括传媒 转型到 到网络的 你说经济学人吧 他也是少数项 还有之类的 对 好 然后华尔街 金融时报 他们的专业报纸不一样 他们会有特殊给VIP的服务 金融投资的服务 顾问的服务 那这个东西是可以卖钱的 那经济学人 大概全球市场这么大 他可能还可以做得到 我再数 我算不出来 包括中国大陆 网络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 没有一家赚 但是OK 现在那个就是一个 春秋战国时代 大家看到了方向在那 但是你找不出一个很具体的方法论 但是你 你不去 先上车 你不上车 没办法 你不去试 你就没有可能性 在大家 正好就是在一片混沌 一片混乱的时候 假设你冲得出来 那你就是了 那问题是 你不加入这个 冲刺的战局之中 你就永远是被推到后面的那一群人 每一个媒体都有它的编辑政策 都有它的这个主要的理念 你们的理念是什么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 独立 中立 然后还有一个 我想因为我们这一群比较资深的媒体人 所喜欢看到的 希望看到的新闻 我们还是相信媒体的重要的价值 因为我们是公众平台 我们对社会是有责任的 就是我某种程度 你就现在讲的媒体乱笑 在旁边一点 又要笑了 令人敬佩 现在大家讲说 政治的乱象 社会的乱象 跟媒体的乱象 是等号画上去的 所以我们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说听听众朋友愿意的话 Google一下风传媒 你进去看一下 我们是真的是不搞八卦新闻的 风就是刮风的风 我们是没有隐居新闻的 然后最可笑的是 身为网络媒体 我们还没有正妹 没有辣妹 连暴辱妹更不要提了 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的风传媒上面出现 在这样的 也愿意怎么去跟人家竞争呢 现在在台湾 网络媒体及时新闻 做的非常多的是 东森新闻云 对 还有苹果 Now News Now News 新头壳 新头壳也只有四个记者 还有番薯腾等等 你们是后来 应该 后来立刻就居上了 就大家都变成平了 这就是做网络的好处 对 你可以很短时间 新头壳不用门 找很多 我必须想 网络时代大家 我必须要提醒一下 像网络资讯发达成这个样子 像我到了这边来 我已经快要一个多月两个月 你适应了吗 我某种程度是 我的适应比我想象的快 然后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可以不用看报纸了 但是在这么多讯息 我说我收集信息太快了 我全球各地 我上网我就可以找得到 但是呢 你门心自问 夏真啊 你一天到底在网络上面 搜集了多少新闻啊 有用的 看到了什么讯息啊 哪几篇文章是你想看的 这表示什么 为什么大家做不出来 原因是 我们在一个 海量讯息的时代中间 作为网络媒体 海量时代 所有人都提供这么多了 我们能不能说掏金吧 我们在海量讯息时代中掏金 在海里头掏金 沙里头掏金 当然我必须承认 掏不掏的出来 那个是不是金 对阅听人来讲 他们是见仁见智的 我喜欢的新闻 我就叫金啊 我不喜欢新闻 你给我也没有用 但是好处什么 因为我们的规模小 网络门槛低 你可以把规模小 所以刚开始我们规模 不要那么大 那表示什么 我不求求点击量的最大 我需要 没有点击量 就表示没有人看我 我需要点击率 但是我不要求最高的好吗 我不需要靠正妹 辣妹 暴鲁妹 帮我充 点击量 我就不要 我这个社会 这么多元 我们的人这么多 你别忘了说台湾之外 海外是有华人的 中国大陆 我先不要讲了 因为他的管控 网络管控 你们可以下恋吗 可以可以 看得到 看得到 但他们管制 但是anyway 当然我也希望 他们可以看得到 你就想想看 在这个状况 总有一群人 会喜欢看到 比较严肃正经 讨论问题的 喜欢看到比较好的文章 看完文章之后 可以深思的吧 我们就先锁定这群人 因为以后就是一个 行动移动的 网络的世代嘛 不是说在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看暴乳吗 对不对 或者叫点击暴乳 宅男总会长大吧 宅男长大了 就来风转美 但风转美有他的特色 就是说 他一出来的时候 在新闻界造成震撼 重要的 当然是因为里面 有非常多的资深的记者 他有人是有评论的 独到的见解 有人可能要跟着夏真走 你在哪里 我就看你的作品 或者是王健壮 那吴典荣有他的特色 筹备分有他的特色 那甚至于谢忠良 大家认为他是一个爆料的 这个 他太厉害了 国王 王中之王 那大家就会 每天就会去期待看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之下 就让这个媒体 开始受到瞩目 那这个夏真刚还讲了 就是一群传统的 这个媒体的工作者 大家进入了一个新的网络平台 其实他的传统价值是在的 经典价值是什么 就是独立 对 专业嘛 对 还有我们所谓的新闻 我必须要讲 像我们自己 可可姐 你很清楚嘛 在新闻圈待了这么久 什么是新闻 你心里头是很清楚的一把尺 这个新闻不因为 媒体的载具的变化而变吗 当然 那你怎么可能 我在网络这个新闻 就不叫新闻了 不可能 news就叫news 对 管他是支持这个 支持那个 还有告诉大家的好处 至少目前为止 封传媒没有来绿指纹 所有人都被我们骂了 对不对 好惨 马上回来了 这个夏珍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还是要抓住他问一问 嘉义式的选情跟台中 你特别是台中 怎么有什么弃虎保党的 这样的说法 这个 而且封传媒 前阵子有一则 吓死人的消息 说国泰办已经准备好了 2016年 要政党轮替 这消息 在很多企业家的办公室上 都有影音下来 因为企业家最要知道 下一个是谁之政 因为他们都是墙头草 马上回来 8点45分 30秒 风传媒的总主比 夏珍在我们的线上 就是说 每天我们看风传媒 到底有什么收获 跟看别的不一样 两分钟你告诉我们大家 有什么不一样 我现在天天有看风传媒 我希望有找到不一样的声音 因为台湾真的视野比较小 还有我们的国际新闻 跟两岸新闻 做的也是比较 比较用力一点 像前一波 那个香港明报 刘靖图 一次的事情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开台前 因为明报这个事情 换总媒 也是去年年底的事 那时候的风传媒 就不断在讨论这个事情 几次明报开天窗 在风传媒新闻 都做的蛮大 那你那时候没有注意到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 对我们媒体界 也不希望看到 这个事情发生 他预袭之后 我都傻眼 我说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不相信会走到这一步 因为我觉得 明报好歹 还容许专栏开天窗 你要抗议专栏开天窗 还容许得了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可以 碰到这个事情 那不能了 我们就非得要大大的做 那我觉得 我觉得多少 都有一点影响力 因为如果大家都不提 就把这个事情就忘了 那后来我注意到了 后来TVBS还是三例 他们还都还有 对明报这个事情 做了专辑 TVBS正经话 还做了一个小时的讨论 我那天好感动 对我就心想说 媒体圈里头 总要有人开始做 你看说那扩散的 会扩散开来的 夏真讲的一个重点 就台湾的这几大报纸 它现在是有 有一个专门的对象 对不对 所以他 他竟然敢于 舍弃其他新闻 他可以为了支持 某一个候选人 他其他的事都不要了 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 也不想指名 所以在现在的这些 纸媒的这几个大报的 操作当中 其实有另外50%的空间 是别的媒体可以做的 所以疯传媒 就要在这50%当中 去近战这个市场吗 你们不做的话 其实对不起这个社会 当然是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最好的 我们讲说 刚刚讲讯息这么多 你不做 刚刚好 你如果要做的话 我还无法凸显出 我们跟人家的不一样 乌克兰的状况 也是非常像 我们也是盯的是最紧最早的 你看后来 电视报纸也不得不 也都要去做了 那种种跑掉了 我记得那些 你们图片还蛮大的 而且那个 人家选材也都选得很好 对 然后包括 我都不好讲 连我 我必须承认 连我自己都忘了 南丁格尔 就是克里米亚 对 白天使 对 那个第一个评论出来 就是在我们 封传媒 严寂寓 就被人家电视报道 拿去讨论了一个小时 对 你若不提醒 连我自己都忘记 但有人出来 有人去讲 就会有人跟到 那比方说 看到了 当然他们讨论不会讲 说封传媒讨论 我觉得不care 我觉得好处是说 如果有这么多的 严肃媒体 在网络上 所以网络上会充斥着 比较正经的材料 然后慢慢的扩散到 电子媒体来 取代过去的胡扯蛋 这很重要 对啊 那这也增加竞争 还有一点就是 我要提醒台湾的 某些报纸 有传统的报纸 我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我在新闻界太久了 就不要吧 都是朋友耶 不是 他们竟然自弃立场 他们可以就专门的捧 一个候选人 然后他可以放弃 别的报道 那有一天 我一个朋友 跟我讨论说 我说 他们怎么这个样子 我讲的是蓝莹的 他说 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样疯传媒就赚到了 哇 真的 这是我的媒体 接的朋友说的 他说 其实以前联合报 中国时报之所以起来 是因为中央日报 放弃了一些东西 没错 对不对 那所以联合报 中国时报的 liberal的这个 开放的风气就起来了 人民就要看了 那现在如果这些报纸 中央日报化 那就是蜂传媒 起来的时候 因为蜂传媒 有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对于我们的 乐听人来讲 是值得信赖的 没有错 所以这个 还有人叫我 跟你们讲说 这要掌握这个趋势 你们看不到的 在那里看不到的 消息在我们这里 看得到 我们要盯得更紧 我发觉真的是如此 像刘靖图好了 对不对 那刘靖图 你如果看 我白讲 你如果看自由时报 他有立场的 他是故意批评这个 刘靖图这个事件 但是他会加强 他的反共的立场 那又痴之偏颇 对 所以一个比较正常的 中立的报道 很重要深度 这是 这是我一个 很资深的一个 新闻媒体的负责人 老板跟我说的 我觉得他讲 那天我是有点很生气 说 这个报纸 这些报纸 怎么这个样子 他们专门去捧 一位候选人 大家知道 哪一位候选人 放弃了其他报道 疯传媒就是机会 所以恭喜 谢谢 真的 这个是一个 所以市场在转变当中 就在 就跟马云说的 有些人看不到 有些人掌握不到 来不及 就被我 架风而去赚到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 跑在最前面 所以看不到的消息 各位 其实纸媒 很多东西都看不到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看报 就可以看到东西 看报你反而变成 被他主宰的 被他奴役的读者 你不如到网络上去找 对 没错 网络上 风传媒是一个选择 因为风传媒 毕竟资深的人很多 当然心头壳啊 什么 林朝义啊 这个风家 他们庄风家 他们这些人 还是很优秀 那一滴图对不一样 他是做即时新闻 对 那 NOW NEWS也是 做即时新闻 那风传媒 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当然也要监督了 但大家还在等待 谢忠良的 权贵大挑战 他已经把自己 逼得非常紧了 请各位拭目以待 随时会提供 给我们一些消息 将来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绿的媒体 在选举的时候 绿的一定支持 绿的蓝的 选举的时候 就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媒体 就是广泛的蓝绿 跨蓝绿的媒体 起家的时候 你们有做好准备吗 我觉得这个是当然的了 第一个 因为选举新闻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内部其实也开会 讨论过这个事情 前一阵的彭明辉 彭教授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 到底媒体上面 跟我们讲的台北市长 候选人 到底都谈了些什么 给我们什么样的新闻 你看不到 市长在扯些什么 那我心里又在想说 那选举新闻 我们该怎么做 是东一条西一条 你讲了什么话 就是我们 比方说这一段期间来 我们也想 我想每天一科P 就是科文哲 我们每天都有 科文哲的新闻 每天一连盛文 就每天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什么呢 那还有丁守中啊 坦白我必须诚实的说 也几乎被我们忘记 我们可能人力也不够 但是它有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还有一个 除了每天例行的 他们跑这里 跑这个团 追着连盛文 接受媒体的访问之外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还有一个 因为我们的网络媒体非常小 问题是年底七合一 是全台湾的地方选举 我们就重点吧 台中台北 给我们多一点就行了 但是那个重点 我们必须要 真的比较费力气 可能真的是要弄清楚 这个候选的强弱点 到底在哪 我说强弱点 不是口水战的强弱点 你本身到底选 你该相信你什么 不相信你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要摊开来看的 对 因为一个网络媒体 就像一个名牌一样 我到香兰尔店 看到一定是小香吗 那香兰尔籍的东西 我在这个爱马斯 看到是爱马斯 所以我在风传没看到 是什么 我想知道台中台北 或是不一样的东西 它是不是在这里有 对不对 那好了 那我问你 你最专长的是台中 那今天报上说 现在国民党在台中 内部因为也有财团介入 说要弃弧保党 你觉得国民党在年底 台中台北 会是什么样的趋势 台中 我讲台中真的是麻烦大了 真的 你这台中专家都这样认为 因为我们要讲说 北南南绿 那中台湾这一块 坦白讲 等于是 蓝银是固守的最后堡垒 如果台中一推上去的话 坦白讲 这个整个就是 那个没有什么钟摆了 就是骨牌了 就兵败如山倒 对 那台中这个状况 坦白讲 弃弧保党这个事情 不是现在才讲 是啊 那问题是怎么保党呢 弃了胡有谁接胡啊 早在胡志强宣布参选前 对于台中市 到底要由谁出来选 老胡是不是要继续选 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有很多想法 但是我觉得最奇特的就是 你这个东西 大家都看得到 胡志强今年会选得很辛苦 不论你喜欢他 不喜欢他 不论你跟他熟识不熟识 像我跟他算是非常熟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遮住我的眼睛说 他一定上 不可能 而且你知道他的挑战是历次最大 你都以 就是你眼看的状况是已经遭到这个样子 我不相信 国民党主持党务 主持组织工作的人会看不到 还有一个 我不相信 党主席是看不到的 我们党主席常常看到事情 也假装看不到 很正常 像这样的事情 还有这个事情 你不需要现在看的 你去年看不到吗 所以他们该打 我跟你讲 我昨天听到一个消息说 有一个人 他去问廖廖 你为什么不选 就是台中线他可以整合 他说我已经不选了 那你为什么不选 你不是民调还可以啊 等等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我真的对不起胡志强老朋友 他说胡志强又没有说他不选 对他还在等他 他其实国民党内部有一个传言 就是其实他自己卡在那里 因为中央没着落 就要卡着回来选 所以使得其他人不敢选 如果真是如此 那这个党真的要命的 好 那我那我必须说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国民党应该要做的事 你廖廖宜的民调先摆来看看嘛 你这个是去年就可以开始做的 你现在做也还来得及 你试试看是不是可以 可能气候老党吗 还有一个廖廖宜你要讲 他说他可以整合你确定吗 廖廖宜这几年啊 他你他想选台东 想选的钥匙 台中还牵涉到联系的陈根金呢 我心里想陈根金还是当过国民党 主公会主任的人呢 连当过主公会的人都可以为了地方派系利益 而不顾党的利益 如果如果陈根金这个派系可以让放手的话 廖廖宜早就出出来了 你就想想看一个国民党的烂成这个样子 这是夏真说的一句我们国民党 夏真中我们两个人跑来 因为新闻跑那么久啊 这个看到太中跟台北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马英九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是 我们哪天来好好的声讨马英九 哇可怕 我是国民党党员 马英九对不起这个党 我并不是 所以跟我关系不大 风传媒的总主比夏真 来拜拜 拜拜